Hello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做一期车仔的一个Vlog节目 就是跟大家去随便的聊聊天 那么今天我用了这样一个设备 就是学长借我的索尼的GV1 我把它放在这个车前面 然后去拍自己 然后去聊聊天 那么这个GV1也借了我应该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吧 但是我这两天才把它打开 才第一次第二次来试一试它 所以我也不知道拍得怎么样 然后我用的是Slog2这种方式 然后现在的光比比较大 然后不知道它到时候拍出来是怎么样 反正我感觉这个脸这个地方的后面很多亮部都过爆了 上面有半码线 那今天就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最近我就是找新的工作 这两三周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感受 就是就像我标题写的 就是哭着上下班 那聊一聊怎么是哭着上下班的 那么首先我自己原来的工作 我是在互联网方面做计算机 当然是了 然后主要是做工程方面的东西 就比如说做一些什么CRM系统 账号系统 订单 电商 然后就做一些系统架构 就是之前会带一些人 然后做一些 整个公司的应该用加瓦戟 用什么样的框架 应该怎么练数据库 然后也会带一些新的业务 总之是跟业务 跟工程相关的 那么在到这个公司之前 我也拿了好几个offer了 好几个地方可以去 但最终是考虑了这个地方 因为在入职之前也跟老板打了电话 对吧 然后对这个项目是相对来说比较感兴趣一点 然后对这个行业相对来说看好一点 毕竟不能像原来做教育行业 对吧 那做了六年 创业相当于还有很多股份 然后这次一下子 没了 损失了几千万 对吧 当然这个也没拿到手 就不能说什么了 总之选一个好的行业 做一个好的项目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就入职进来了 我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我之前是做工程方面的东西 然后到这边来了才发现 虽然我的老板也说还是工程项目 但是呢就变成算法工程了 就是你要做很多决策呀 积极学习呀 然后图像识别呀 等等很多的这些算法的工程 那么很多算法的同学呢 他工程的能力可能是比较弱一点 就是他可能不太会做一个网页 对吧 不太会做一个很稳定的系统 但他算法是很强的 那我呢 是就是能做很稳定的东西 稳定的系统 但是呢 我的算法呢 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很互补啊 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太多的深入到算法呀 数学这些可能我上学的时候就不是很好的一些对吧 项目 那到这来了之后呢 我才发现其实要做好算法的工程呢 呃 对于数学呀 对于算法 对于机器学习等等等等 还是要很了解的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就发现有一个就是很难受的地方 就是我的数学是真的忘了差不多了 毕竟我已经工作有十几年了嘛 而且一直是在创业工程解决一些业务问题上面 所以这就对我来说是哎呀 有点坑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入职前两天呢 我其实就想走了 但是后来呃 也是天天跟老板聊 他也劝我呀 什么之类的 哎 后来就留下来了 总之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这个方向 还有这个呃 学习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可能跟我没有那么对位 但是当然我也坚持了这么久 对吧 这么多天也下来了 其实最主要呢 还是能感觉到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数学 那么呢 我们公司呢 因为在这个岗位上面啊 就是比如说 呃 做一些机器学习啊 做一些算法识别的一些事情上面呢 这个岗位上面呢 就是需要考试数学 那么这就我就觉得很可能 因为如果我拿到其他一些公司的offer的话呢 可能就不用考试 而且还能做呃 比较擅长的一些工作 就不用这样 就是感觉毕竟30多帅了 那么还花一点时间在不擅长的领域上面 当然不擅长的领域里面去学习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 就是另说的一件事情 总之我就觉得要考数学呢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崩溃 然后呃 因为我数学也不是很好嘛 我也不喜欢考试 然后还得去复习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考的比较好的话呢 就会给你更多的权限了 如果考的不好的话呢 就有可能没有权限 或者试用期就 再想一想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考数学这件事情压力还很大的 就数学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考初中数学的吧 就是主要是考一些高中数学 还有高速这样的 大概问了一下就是考概率 我觉得概率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概率论呢 然后数理逻辑 就是把一件事情逻辑用数学方式去表达 然后还有位积分 对吧 就是函数建模呀 求导啊 求极值 最大值最小值之类的东西 这些我上学的时候呢 其实还算是比较认真的去学习 但是一直都考的不是很好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没有数学的这样一个大脑 就是没有 或者说老师教的不是很好吧 因为插一句就是最近 其实我在网上在B站上面看很多 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发现我理解的还是很好很快的 就是老师讲的真的很好 但不管怎么样说吧 就是回到我那个时候 就是老师讲的就是可能没那么好 所以呢 我自己呢 也没有培养出什么数学的一种思考方式 其实我最近学的感觉 数学更像是一种工具嘛 一种语言去抽象这个世界 但是呢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脑 就是没有培养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用数学的方式去思考 去抽象建模 可能这个能力还是欠缺不少 总之就是我觉得考数学这件事情呢 让我觉得有点崩溃 然后我最近也在疯狂的去补习 比如说微积分 那我一般上班的时间呢 就这个时间点 会去听微积分 就是宋浩老师吧 B站对吧 然后我觉得讲的挺好的 然后下班的时候呢 会听树立逻辑 因为微积分 其实求导的方式 求集资的方式 我还是记得一点的 那么就是 我觉得有些概念要 相对来说更强化一点 比如说什么是极限 这些对后面那些求导啊 的那些逻辑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在了解这些知识之前呢 其实初中高中知识还得巩固 所以呢 我下班的时候 开始回家的时候 听的是树立逻辑 因为这个可能 主要是逻辑方面的 不用太多去 有公式有计算 有公式计算的话 就很不适合去听吧 那回到家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就是会去看牌的组合呀 概率啊 就是古典概率啊 什么之类的 把这些初中高中知识 再巩固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 说实话 在高速里面呢 其实你是会经常用到的 但是在高速里面 你写这些公式啊 求导啊 什么之类的 它是默认你初中高中知识 不是说你很熟 而是说你滚瓜烂熟的那种 所以它很多东西是不会讲解的 所以晚上又得去巩固这些知识 所以基本上我的时间就被安排的很满 好在呢 我自己精力还是比较充沛啊 我比较喜欢学习这件事情 说实话 我最近学数学呢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还很喜欢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喜欢公司以众的事情 就是考试啊 什么东西来去逼迫我去学习 就是我不喜欢别人逼我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学习 所以我的时间点呢 安排基本上就是 今天已经算是比较特例了 对吧 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学习 给大家做一期Vlog 那我一般的时间安排呢 就是很多人会想要了解我的时间规划 对吧 我其实对于时间是非常在乎 就是一分钟一秒钟要不要浪费 都是非常在乎 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吧 所以除了今天做Vlog以外 就是早上的话 我最近一般是八点钟起到半的半起 然后遛狗 然后九点到九点半出门 然后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呢 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早上的时候是听微积分 微积分呢 因为我刚才说了 就求导啊 集职这些东西 还算是理解 所以呢 还没有到比较难的地方 所以就是 我觉得现在啊 对我来说需要深刻的理解数学的语言 和数学的逻辑 而不是去背公式 我觉得呢 就算在这公司没考过啊 倒是留不了这些公司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数学的逻辑 这种语言 对我来说是更有帮助的 我去背一些公式 也不一定混得过这考试 对吧 总之就是说 我就是听微积分 就是非常详细 非常仔细的 一点不漏的去理解每一个知识点 就是什么是积分 对吧 什么是微分 然后极限连续性等等 为什么要去理解他连续性 主极限又极限等等等等 其实非常对于很多数学系的同学 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然后呢 就是正常就上班吧 上班就是十个小时左右 然后到晚了下班 最近我上班的地方呢 是跟我媳妇上班的地方差不多 所以呢 我下班的时候就去接他 然后顺便就一起回来 在路上呢 我就听树立逻辑 这个呢 就是说不用去 他老是会讲一些习题的时候呢 就不用去看屏幕 就看他是怎么解的 怎么代入的 就是听这些概念呢 就很好 但是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吧 就是你当然可以深入的理解这个逻辑 但是呢 你还是需要去训练一下 所以到家了之后呢 差不多我们11点钟到家 然后遛下狗啊 洗漱下差不多12点钟 然后呢 我给自己是每天一个半小时到一点半 当然这个时间安排压力有点大 我最近一点钟已经困得不行了 所以呢 大概是一点钟吧 到一点半 就是用来实践的时间 那么回家的时候遛狗的时候啊 就同时在遛狗的时候 我会听 就是应该是B站演示场 叫一个女的 叫童硕老师 应该是吧 叫排列组合啊 概率啊 他讲得非常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三点知识吧 微积分 梳理逻辑 概率和统计 到了12点钟的时候 就是躺到床上了 我就会开始去做卷子 去做一些题目 看看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 也是物以保证 每个知识点都能够理解 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 就跟考研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考过研 我本科的 就是感觉是高考考研 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疲惫的感觉 当然了 我之前也发了动态了 就有的人说 生活中不只是工作嘛 也不只是学习 还是我说的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爱学习的 我对数学呢 感觉也还不错 虽然我没有数学大脑 但是我很喜欢学东西 所以学习和工作呢 对我来说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成长 那数学我也发现了 它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是我读书的话会读得很快 我有自己的很速读的方法 大概一天读技术书的话 就一天一本差不多 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去理解的 比如安装一个软件啊 等等等等 然后就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读书 但是数学呢 确实没办法用速读的方式去做 因为每一个步骤里都需要非常深刻的理解 总之呢 最近这段时间呢 这样一个时间安排呢 和学习的一个安排呢 是很忙很忙 所以大家其实周末呢 看到我会发视频 说明其实我还是时间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好了 就是我周末发的视频呢 其实都零散到每天去拍摄 或者每个周末去拍摄 可能每个周末花两三个小时 或者每天呢 就是坐在那个灯前面 会说个十加十分钟 然后最终到 就是零散的时间里面 集合成了一个整个视频 发布给大家 总之呢 就是工作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忙 最主要还是要学数学 让我觉得有点崩溃 然后前段时间呢 我也有点感冒了 我也主要是没发烧 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 因为疫情反复嘛 所以身体也很难受 感冒的前两天 就是感觉像是全身被打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难受 又不能落下这个数学的这样一个进度 还有工作的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非常非常痛苦吧 那一两周 就是哭着上下班的 那么数学当然是一方面哭着上下班的原因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入职进来呢 做了第一个项目呢 就是帮算把同学去优化他的系统的性能 他大概是跑二三十小时 能够跑出来一个结果啊 就个例子 一加一点二 他二三十小时跑出来 因为有上亿的数据嘛 各种的 嗯 座音呀 然后成级呀 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他用的就是 SPAC呀大数据 这一套东西 我在原来我自己的工作中呢 我也用到过 但是呢 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使用方啊 这又说到专业了 就使用方呢 我就是放到这个集群里面去跑一个结果就完了啊 比如说十亿百亿的数据啊 一加一 传进去 然后输出 他跑个几个小时输出等于二 OK 我只是使用方 但是呢 我作为帮别人去调优的这样一个人呢 就很痛苦 因为你需要看所有这些系统的内核还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你才能去调整参数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非常痛苦了 因为这个工程跑一次 对吧 跑一次需要二十多个小时 三十小时 也就是说我早上就是比较好的情况下 我跑只跑一部分 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然后赶一下东西 然后开始跑 然后我就开始等着 等到我完了下班的时候 当然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是要考数学的 就是每天在那儿学数学 什么高速啊 统计 对吧 反复强调了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 我用了这个帮别人去优化的这个东西 他用了Skala写的 我原来也没有写过 因为他算法同学呢 他写的非常的抽象 就像很多很多公司一样的 就懂Skala的同学应该知道 就是他可以写的很工程 也可以写的很抽象 然后呢 我也没有用过Skala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Spark的内核 Hive的内核 HDFS的内核 等等等等 然后呢 他又跟什么算法呀 机器学习呀 特征工程呀 什么的相关 就是我既不了解这公司的业务 也不了解机器学习 也不了解他怎么生成特征的 同时呢 在工程方面呢 我也不会就是Spark的内核 没有去关注他内核 信念条优 然后呢 也没有去深入的什么Hive HDF大数据的一些代码去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还得两周 要做的差不多 然后还要考数学 所以你就知道 我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都不会 都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而且马上要做完 而且还要考数学 这种非常严格的 很严苛的这样一个学科 因为数学真的是很难混过去 一加一就等于二嘛 你不能等于三 所以在这样的整个过程 我是非常非常崩溃的 我会想 我为什么会把那些 我觉得还可以的offer给拒掉了 要来这样一个团队做一个 99%我都完全不擅长的工作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可能不擅长 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 就是什么跳出舒适区 对吧 但是其实我活到这么大了 我觉得其实人没有必要 那么频繁的跳出舒适区 发挥特长也很好了嘛 那说回来就是说 那总之我很崩溃 然后又提到了啊 刚才说的30个小时 20个小时才能跑出一个结果来 这说明什么 我早上改一下东西 我中间当然有很多时间 我就看书啊 学啊 看了他到底为什么跑成这个样子 然后晚上跑出结果来 然后呢 我就改一些参数 然后做一些优化 对吧 优化完了之后呢 跑了之后 早上开始跑 跑到晚上发现 诶 性能确实提升了啊 比如说从20个小时 提升到12个小时了 诶 很快呀 然后再一看 一加一等于三 这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你就说 你当然可以很快很快很快 但是你结果是错的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就是 早上来的时候 到这个电脑上面来 我的工作机器上面来 我想是崩溃了 要哭了 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用哪个参数 这些事情啊 代表什么意思 对吧 我完全理解不了啊 这个语言我也没写过 写的这么抽象啊 还要考数学 我要把这个算法同学 写的这个抽象的东西呢 要在本上写出 他的公司是什么样子了 哎呀 好复杂 然后好 我觉得大概有了一点理解 当然这公司的业务我也不理解 我要去问问 哎 这个说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好 理解了 我觉得啊 别人也就是说 就老问也很烦嘛 对吧 就是我说啊 好好好 我大概别人就说 你听明白了 我说哦哦 听明白了 其实我没有理解 但是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了 然后就又坐到桌子前面 我就开始调参数 就啊 好崩溃 然后感觉这次应该差不多吧 然后调完参数之后呢 就开始等它跑跑跑 后来我晚上下班的时候 一看 没有任何优化 还是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然后呢 有优化 一问 数据都没有生成 然后呢 又过了一天 有优化 一看数据都是错的 而且我全部都不会 而且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不能去看这些东西 我得去考数学 我得学数学 要不然就是 对于它的算法啊 对于整个这个公司的要求 也都理解不了 就是匹配不了 所以就是每天都是哭着上下班的 我跟我同事也这么说的 然后呢 我问一下我同事 就是我的团队其他人 他们说啊 他们也没有写过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老板呢 想让我来去推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做算法呢 就他们都是用python啊 加码啊 写些脚本 就是if else就可以了 它还不是真正的算法 现在呢 我老板想让我把这个东西 做成SPARC大数据的 真正的算法的特征工程 可以特征服用等等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对吧 比如说滴滴就这样了 然后你打车啊 你选哪些司机啊 离离碎禁禁啊 都是通过特征啊 一些 怎么说呢 很专专的知识吧 算法拿着 然后帮你匹配 这东西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后面做工作了 那这些工作呢 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崩溃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事情都挤压到一起 所有的工作都是 我不会的 就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然后算法呀 也是我从小到大 就是不太擅长的 包括数学也是不太上产的 就这种数学思维 抽象能力 然后还有考试 还有各种培训 还有各种业务 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还要做这个事情 在短期内出点结果 真的是每天都是崩溃的 就那几天 我真的是天天跟朋友们抱怨 而且我现在就是出现在网络上的时间都 非常的短 也不能做视频 就是不能抒发自己的情绪 因为一有空 就得看知识 就得做卷子 不然的话呢 就时间就被浪费掉了 就是数学 还是我刚刚强调了 你不可能跳跃过的 去看这些东西 你必须一点一步一步的理解 很恐怖 很难 我觉得就是每天都是很痛苦 只是最近呢 我觉得稍微有点习惯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我心态好了 反正我已经努力了 就是数学我已经努力了 就如果考不过的话呢 到时候该怎么就怎么样呗 反正我之前也拿了很多off 对吧 就过了半年再去拿新off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就说 只要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放弃没走 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尽我的所有的能力去做 如果到时候发现 我真的从小到大 这个数学能力就是不行 就数学的思考能力啊 就是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我工程能力很强 我也能够理解很多人 怎么说 他有的能力是天生有的 有的能力是天生没有的 比如说我就觉得 我数学的能力可能 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工程啊 一些能力我觉得还不错 总之就是时间挤压 事情全都不会 然后业务全都不懂 然后就是周围的人 他们也都不懂 他们也没法帮你 然后还要这种各种考试 各种东西 需要你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月 多的时间内 能够把它给做完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最近还算是心态比较好 所以也开车的时候 给大家做一期Vlog 去聊聊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刚才说的 优化的项目 实话实说 到现在也做的差不多了 有一定的结果了 我基本上都 最疯狂的时候 就是工程方面的书 Spark 内核 Spark 使用 性能调优 Hairway SWS 一天看一本书 这也是我买的iPad mini 就是当场就买的iPad mini 后面可以跟大家去聊聊 iPad mini iPad Pro的使用体验 就是一天看一本书 就看了实际本书 然后上班的时候 因为等脚本跑 要很长时间 20个小时 刚才说 就在这个时间内 看书 到底怎么去调 所以到现在来说 算是有一定的结果了 就是大家对这个结果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满意吧 所以这个事情就算翻篇了 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是很快就要再考数学了 我就得好好复习数学了 就是利用每一分 每一秒去学数学 这太难了 现在今天的精神状态 都还算很好的了 病还没完全好 还在流鼻涕 但是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从今天是星期三 上周开始 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崩溃的 身体都感觉有点吃不消 但是最后就想说一点的 就有的人劝我 就是工作也没有那么重要 生活很重要 身体很重要 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同意的 非常理解的 但是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跟考研高考一样的 就是人生中总有那么几个时间点 要拼搏一下 而且这也是我 如果说我转型成功的话 就是基本上属于那种 可以转到机器学习了 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点 那也许我转不了 因为就是没有这个脑袋嘛 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脑 对吧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但也许我觉得 就是一个类似于考研 高考的那个具体点 我高考考的特别的差 就上了一个三本 但是好在我喜欢计算机 在未来的计算机这个行业 很火 所以我工作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太卷了 现在你不考个研究生 你大厂基本上进不去 所以一个好的学历 也很重要 就是我也没有考研 其实我考了三本 也可以去考个研究生 也可以改变一下 但是就是对自己的人生太放纵了 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就是也许 也许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吧 或者也许未来 会再去考个研究生 或者读一下书什么 再深造一下也说不定 总之我当然非常认同 就是工作生活平衡 我一般就是不上班的时候呢 我也不会去 就是工作的事情 去很填充自己的生活了 就是我会把它分的比较开 但是学习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 还是我一直提到了嘛 也许它是一个人生中的关键节点 对吧 所以呢 我还是想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就是结果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我有没有去做 有没有去做好 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时间的管理 有没有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好吧 今天也挺堵的 我看开车也开了一个小时 还没有到 还有大概二十三十分钟 才能到公司 但是我觉得聊的也差不多了 总之非常痛苦 就是哭着上吊班 但是学习呢 又快乐 对我来说呢 时间节点 和这个关键的职业生涯阶段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是也不说让大家去安慰我 劝我呀 只是说像朋友一样的 跟大家去聊聊去分享 毕竟聊天的Vlog 说实话没有多少人看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记录下来 就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呢 就是每个人 就是在遇到自己的人生 不一样的阶段的时候呢 都能做出可能更好的选择吧 好吧 那今天这样一期Vlog 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今天这样一期Vlog 好像大部分都是背光啊 后面都过曝了 但是脸好像还是背光 不管怎么样了 就这样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